我看這一題 他說彈簧秤下端尋掛一個金屬原柱 就是這個 如圖一 這是圖一 那彈簧秤毒素現在是400 試回答下一個問題 第一小題是說 金屬柱如果緩緩沒入水中 現在假設有一杯水 它緩緩沒入水中 這是水 那燒杯內的水 這個是燒杯 燒杯內的水面會慢慢上升 因為圓柱下降以後 裡面整個體積會變大 所以它會上升 所以第一小題是填上升 再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是說 若圓柱只有部分 體積沒入水中 如圖二 現在這個圖變成圖二 此時彈簧秤它的毒素是多少 變成這個是370克重 那代表什麼呢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浮力是30克 為什麼 因為現在重量是400克 那浮力B 往上加上彈力 彈力的話呢 是彈簧的張力T 減掉多少 減掉那個重力 這個圓柱它的重力是400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那他說 彈簧的指示是370 代表彈簧的張力就是370 他說我就得到福利多少 福利就等於400-370 所以是30克重 第二小題是30克重 第三小題 它說 圓柱完全沒入水中 就是完全沒入水中 如圖三 現在這是圖三 此時彈簧秤毒素 又變成了350克重 那圓柱弧力 圓柱弧力當然就50了 為什麼 因為這B' 加上多少 現在T 這個彈簧的張力 現在剩下350 那減掉呢 圓柱的重力400 這個等於0 所以福利是等於50 50克重 好 那現在再來看看 這個 好 那麼他問圓柱的密度多少 那這個福利就等於排開水的重量 水的密度是1 所以我就曉得 這圓柱的體積多少 這個 這是等於水的密度1 乘以他的體積 所以現在體積等於多少 體積是50 立方公分 體積50 立方公分 那麼他的密度D 就等於他 等於那個質量 質量是等於400克 400克 質量的話400克 除了體積 除了體積50 所以多少 5 8 40 所以8克 還沒立方公分 這是他的密度 好 我們看來第五小提 第五小提 他說 洛江圖3 這個圖3 這水改成水 但是水的密度 是等於13.6 13.6 大於 這個金屬塊的密度 金屬塊的密度 金屬塊的密度 就8 所以什麼呢 所以這個金屬塊會浮起來 會浮起來 那浮起來的話 這個就沒有什麼呢 沒有那個壓縮或 那個神長量 這個東西浮起來的話 這個 這個 那個 彈簧神長量就等於0 這彈簧沒有神長量 這張力會等於0 所以他的四重就等於0 只是彈簧數的毒數應該是0 因為這個時候沒有神長量 因為他整個浮起來 他變成浮體就對了 變成浮體的話 他就沒有四重 這個彈簧就沒有 沒有那個壓縮量 或者是你在那個 那個水裡面放一個什麼 就水裡面放一個彈簧秤 因為他已經騰空了 這個空騰空了 整個基礎塊已經騰空了 騰空的話 這個彈簧神沒有給他正向力 所以他指示的重量等於0 所以答案是0 所以第五小題 這是第五小題 第五小題的話 答案是0 四重是0克重 答案是0 2 2 3 4 4 4 5 4 5 5 5 4 6 5